上一集呢咱们讲到了 家带领着诚哥他们 在隋风河开始办自己的事 杜诚呢你就不用说 他跟家带永远都没有正形 但是家带有事 杜诚永远都是第一个道 包括丁俊伟伟哥他们这帮小的 因为杜诚跟他好 他们这帮对家带就是另眼前看 这不直到说对面这小子挺难能缠吗 这不是大家伙吗 也把自己的对象都掰好了 直接哗哗的就咳到哪 咳到人家当时这边来了 到了酒店这边一坐 杜诚他们几个吧 岁数比较小 瞅人家那眼神讲话呢 他有啥特殊的 一瞅屋里边不一样 知道吧 能感觉到包括身上的配色啥的 挺硬 杜诚打戏里边也知道 杜诚讲话呢 说你这么能 这个事怎么解决 人家当时杜诚就说了 把家带腿打折的 得还我弟弟一个公道 得给我杜诚一个面子 家带今天谁也保不住 我说干必须得干 杜诚讲话你催闹 你知道咱玩啥的吗 玩啥的 我海南岛的大公子 我行杜我就杜城 杜哥一听 啊 这层身份呢 说那个杜诚 有一个这么个人 我跟你提着 你看你认不认识 谁 说那个黑龙江的茬 小茬 你应该叫茬哥比你的 认识 你俩身份一样呢 我跟他也有点这个交集 你跟茬哥认识 对 我跟小财认识 你等会儿 成哥拿电话 我我讲话 他跟茬哥认识 拿电话直接打 黑龙江大公子 一下给茬哥打 茬哥当时 哈尔滨那边 这位金 哎 长哥 哎 赛哥 哎 一个隋风河那边 一个生个干岛爷的 啊 丁哥 丁先生 说厂长打的了 说你怎么 突然提他呢 他那个加带 给那边 给我买点东西 给我那个 祝我生日快乐 那个整个礼物 完了那边 是整他们那边的东西 骗起不加带 回头现在 这不干起来 给他那边不周了吗 这不是那蛤蟆 现在那个 说的意思 要打家的腿 我跟丁居委 委哥我们来了 没给面吗 说啥不好使 给他顾中逼 他说这是你 丁啊 说你把电话给他吧 我跟他说两句 行 把电话来 哥们 拿电话 哎 小达 哎 丁哥 你正回来了 啊 回隋风河看看 啊 说那谁 前军 正三 我这几个弟弟 在那个隋风河那边 让你搬倒了 我也想见见 看有多牛逼的手的 说大哥 你这么的呗 你给我面子吧 说杜城 我们一把脸 都最好的关系 那包括丁居委 伟哥 他是干什么呢 包括他身边 那个宝哥都挺硬 说这么的 咱别跟他争了 这个事不行 给我面子 你看行不行 啊 他们是这么个事啊 我说的呢 这么硬呢 但是 小财啊 你也知道 我这人呢 性格和脾气啊 有些事吧 不是说你们一句话 两句话 就能改变我的想法呢 这个家带 明目张胆的 把我弟弟给拔了 我这话都说出去了 如果我不替我弟弟 报这个仇 我以后怎么领地帮老弟 再挣钱呢 你应该能了解哥哥 而且咱的身份也不低 对吧 面子不能摘到地下 你这么的 我退一步 我再退一步 钱呢 就免了 啊 但是家带 我打扯他一根腿 你还行不行 财哥 说那个 圣哥 你这么说的话 你就没给小财面子 给面子了 这已经是给完面子之后的结果了 要不然不可能达到这一步 那这么的 我跟董事说一对吧 好嘞 八大一挂 财哥 咱没办法 有些东西咱说的不算 再一个 他也不负咱不管 所以说 他能给到咱们 这个面子 已经是最大的了 说咋整个厂 说不行 这事就到这 扯他 家带的是我哥 谁也不好使 行 我自己找 歪一歪 你几个意思 行不行 我现在搂你 可以 我一动不动作 你碰我一根航帽 咱试一试 你看看 你这个事 最后你能不能兜得了 我 成哥整不了人家 那都多牛逼啊 你就不是两家的事 这不是两个人事 咱俩想去整出两家的事 丁丁伟长 你知道我干啥的吗 我知道 跟我没有关系 家来那个腿我打舌定 成哥草莓也 丁丁伟长 那咋整了 我还有哥们 白张大哥 谁的大人 你还行不行 不好吃 咋的都不行是吧 咋的都不行 你这么的 我听说你老家是七家二的 是不是 是 好 那咱就玩 你到了 俄司 我不相信你家所有人都到了 俄司 对吧 这是第一点 他带着 只要带着一亩上的地 我渡成就有办法 我连 粘草 我给你出根 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办到 我祸过你 你比我吗 第二 当时生个眼睛一眯了 你不是做买卖吗 做导演吗 你是本地人 你就是跑了多远 你还是本地人 你做的生意还是本地的生意 如果说你对家战跃跃跃跃跃 好 以后你所有当地那边 我不管是谁 只要给你刮上官业 我全力掐他 你看我有没有对两下的 从这个人 再从你这买卖掉 我全给你掐了 家戴真出事了 我们认了 你不应吗 还有马力柱的事 马力柱可以不到你那边去干 但是马力柱可以在国内干 往南走 杨坤应不应 杨坤得回来得光我叫上大哥 我知道你比杨坤牛逼 但是换句话讲 你们还指咱们吃饭 如果说你要不想吃对口饭 如果说有一天 你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了 我不相信你背后大哥 还这么罩着你 到时候你鸡也没了 毛也没鸡毛都没了 我让你鸡飞蛋挞 丁坤为讲话的 明天我打电话 随风和口啊 直接整个我拉人家 谁也不行 爱谁谁 只要跟他设计就不好使 不干吗 不整吗 你拿咱们当那么小孩呢 跟你走不了是不是 我就不相信你有那么用 往这一说 杜成把职业他提供给下了 丁坤为职业一横 我让你咋干 你在用杜成说的一句话 你有利用价值 你是好个大哥 你是好人 你是好弟弟 好兄弟 你没有利用价值的 人家这个东西就这么个人 你有没有被人利用的价值 有咋的好整 没有 你看看接下来结果是什么 你得罪这么多人 你死的比谁都差 咋的 你不行吗 你不硬吗 别忘了 这我们说的算 戴利庭牛逼 都成 瞅你的表面上的小孩 心智不全 没想到你能说出这方话 这么呢 说既然你跟查也认识 跟那谁 说杨坤也认识 我给你个面子 别人不好使 你好使 你别说那个话 我现在不用你给我面子 我现在在 哈了你 你不要整我兄弟 身边的兄弟 只要整我代格吗 不说那个没有用的 知道吧 没啥意思 也没啥营养 我现在就是在哈了你 你给谁面子 你要是给面子 早给到位了 怎么呢 你就说你服不服就完事了 你要说你不服 咱就接着整 你放心 我拿一个夹带 我换你这一辈子 不得安你 陈哥哥这一听 杜成挺有魄的 夹带讲话 那没招 陈哥这么闹 也是底细了 不能说咱转到他面前的 行行行行 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了 是我又在前考虑的 那个杜成 说那个大哥呢 给你赔个不是 说这是个孩 让兄弟都坐下 都是自己家人 绿珠呢 也没啥太大的事 你说本来也没有多大事 非得把这事搞这么大 是我们的责任 是你的责任 你就得道歉 我这不跟你道歉了吗 对你道完歉了哈 伟哥 道完歉了 那你赔钱 可以 看看 你看多少钱 那你熄火 咱能交个朋友 你说个数 我说个数 五千万 才我给你个一 嗯 给你个一 伟哥 小伟 定居伟是吧 小宝 这么难 那个 我没有多大能耐 但是 以后这有什么事 这一行 那边 咱还行 哥哥给那边说句话 还挺有面子的 我觉得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啊 钱呢 你放心给我张货 二话不说 我给你打回去 成假吧 我不要那个 你要是给我交朋友 我要认你花 钱在我面前就有数字 我不要 但是 今天你说的话 等了我挺得劲 那以后加带的事 过去了 那那小伯 过去了 那那谁呢 马力柱呢 过去了 因为你杜成 什么事都不交事 能跟你杜成交朋友 我觉得这都是小事 你就得巴结我了 嘿嘿 成啊 这回得没得劲 得劲呢 说这么的啊 大哥不好意思 说那个加带啊 说你听了不是啊 说你这个哥哥呢 也觉得罩子你 换错一个主 今天不一定能罩子住你 说成我不是在开玩笑 哥也不是在给自己脸上猛光 但是有一点 成今天你说的话 说到我心窝子里边去了 我信你说的话 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都成啊 咱来这方长 你看呢 大哥以后怎么做就完事了 这么呢 隋永和那边 哥哥呢 请大家夥吃点饭 咱一笑明头 可以吧 成了点话呢 我爸这人没啥爱好 不愿意不喜欢吃吃喝喝的 咋的 我喜欢娘们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的 我来安排 杜成他们几个隋永和 杜成说的话 给当时圣哥那边一整 挺乐乎 别管是咋的 两个人 化干哥为玉国了 杜成要说占到便宜吗 杜成也没占到便宜 你要说他吃亏吧 他也没有吃什么亏 那毕竟吧 成哥还挺像家带 没有成哥家带这把 要出大事的 下集 你看看家带他们几个 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事 预知下集如何 请观众老弟 下集嘎咋精彩